周二 湖南岳阳平江县密罗江出现77.67米洪峰水位 为1954年以来最高 暴雨洪水之下 位于密罗江上游的平江县老城区 约三分之一 新城区一半区域被淹 最深三米 低洼地带建筑一楼被淹没 由于水位迅猛上涨 上万居民连夜逃出 部分地区电力供水中断 很多高层建筑居民目前仍然被困 平江县城内 街道两侧商铺都被洪水冲毁 商家来不及转移商品库存 损失惨重 但官方仅通报 一人被洪水冲走 当地民众认为官方瞒报 指出已知多人死亡 一名平江民众对大纪元记者说 其实平江都死了好多人 只是没有报出来 还有一名平江居民透露 自己的同学被水冲走而丧生 小区也有人被水冲走 受访人紧张地告诉记者 不要再问了 同时 安徽合肥市遭遇最强降雨 二十部河水未猛涨 加上官方泄洪 导致周围小区 玉兰院的二十多栋居民楼被淹 二十部河上游泄洪 然后导致我们玉兰院河水倒灌 二十多栋整个的一楼全部被淹了 湖北武汉持续两天暴雨 长江武汉断水位持续超紧界线 武汉市已封堵70座岩浆口 而据中共水利部预报 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仍然持续上涨 最长超紧历时15天左右 至7月15日前后 新唐人记者陈岳综合报道 新唐人记者陈岳维合区 吴震